嚴重外埔區鐵山 喬校發生了 嚴重的死亡車禍 一輛轎車不明的原因 自撞電線桿強大 撞擊力道 讓轎車都側翻 車身也嚴重的變形燒毀 而警校趕到現場時 發現駕駛已經被燒成 礁石 明顯死亡 之後又在變形的後座 發現另一名乘客 同樣明顯死亡 而警方以車追人初步研判 可能是19歲 住在神岡區的張姓男子 後座則疑似是 張姓男子的女友 但仍有待檢察官相見 並提取家屬DNA後 才能確認死者的身分 而車禍發生的原因 也有待進一步調查釐清